不管是觀光工廠還是民宿 咖啡店到在地連鎖超市 只要有一支手機 扫描店家QR Code 就能輕鬆付款 13日上午 縣府舉辦推廣記者會 集結觀光廠 也許攤商以及各大商圈代表 鼓勵店家申請行動支付 搶供振興券數位商機 張望市公所統計 張望市一共有4個公有市場 總攤位數約有553個 有申請行動支付的攤商占比不大 其中華陽市場有9胎 民生市場有6胎 民權市場1胎 南門市場有4胎 民眾大多使用現金交易 以全部行動支付 還有一大段距離 市場有在推廣 甚至有在調查 攤商要辦理 像這種的話 通常都是付現金 張望縣政府金律處表示 行政院9月9日 公布振興5倍券 9月22日即可開始數位綁定 9月25日可於超商預定 最快10月8日可以消費 中家除了可向彰化 園林及鹿港等 三個分行申請外 還特別增加5個公所 並在縣府增設6個諮詢及受理窗口 加速推動行動支付環境 新唐亞太電視葉錫宏 臺灣彰化採訪報導 奥巴採訪報導 一切計劃 即可